今天的早安慈悸情连线的地点是在台中慈悸医院 要带大家认识一群医院里头的慈悸志工 也就是医疗志工 每天如何穿梭在医院里头服务大家 而且他们是每天早上的六点半就要集合报道了 将近有一百人 现在就立刻透过连线邀请到的是台中慈悸医院志工组的组长 黄静丽师姐来跟大家分享 静丽师姐早安 早安 跟大家分享介绍一下 台中慈悸医院的医疗志工的人力运作 大概以大台中地区跟彰化区合为五个连区 每个连区都是以一个星期为一周的服务 那服务的项目呢 每天大概有一百个人左右 目前是这样 那服务的项目大概如果以人跟事来分的话 人的部分就是对病人家属同仁的陪伴 那比如说在大厅啊在大门口需要协助路不熟的人或者是需要协助的人 我们就会志工陪同到需要去的地方 那如果以物的话呢就是事务性的工作 比如说病例啊药局啊或者是光耗机啊缴费啊种种的 这些对很多的一个事务的操作 再来就是如果临时机动性的同仁需要协助的时候 也是我们服务的内容 那这群志工呢真的很可爱 每天服务在不同地方都是用一份翻喜新 那在这个志工的特质里面我觉得很难的是这群志工年龄不等 社经地位不等 再来呢学经历也不等 参与持继的动机也不等 但是成长的过程更不等 但大家都因为一份善心一份爱 所以呢投入在医院的志工服务里头 但在这个里头我们透过身体力型的服务去健康支付 那回来的不断的成长学习 那领寄大家更多的共识 形成更强的一股力量来支持病人跟同仁跟加速 这是目前医院的志工的运作状况 是 然后再来呢就是说 对 金律师姐现在应该比较不紧张了 我们透过现场画面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您站在这个会议室前面 其实背后就是刚刚好 是今天大概是有将近一百位的医疗志工 现在集结起来听一些事物性的不答 等一下就要开始运作了 我们知道这将近一百人的医疗志工里头 有不少人也是生病的 他们也积极的把握机会来付出 对 确实真的这一群志工我真的很感动 如果去深入了解他们生命的历程 有很多人是很辛苦的 包括说身体的疾病 那今天想跟各位介绍的是一对魔女 这个妈妈呢72岁的 在验体师姐 她的女儿呢 是49岁是存桥 但是存桥是领有重大伤病 那她从18岁开始发生检查到红半性浪仓 28岁开始洗肾 经历20多年的洗肾过程 可以一个字来 还要发生重大的这个车祸 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叫做苦不堪言的惨 但是呢妈妈引导她进到医院来做志工 然后这过程十多年来 她可有不一样的感受 原来在服务别人的时候 她看到原来苦难有这么多不同的面向 那我还能够行动 我还能够服务别人 只是她觉得洗肾的时间 让她觉得时间不够用 因为一三五 必须躺在床上五个半钟头 所以她会觉得说更加珍惜 现在可以走动的生命 也可以用更同理心自己走过的苦 去了解别人苦在哪里 会更亲眼暖育的去协助 跟帮忙陪伴 这是纯巧的故事 另外一个故事呢 是87岁的汤树芳师姐 虽然现在是老人社会 年纪大了 但是有很多年长者 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 身心都愿意投入在贡献服务别人 所以呢也给自己造就 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喜悦 跟成长的一个机会 那对大概是目前 其他说不完的故事 但是大概举这个两个例子 来跟大家分享 对 很感动 有母女党的 也有八十多岁的老菩萨 在我们医院来服务大家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 就想了解 敬礼师姐本身您已经是有长达 三十多年的资深医疗志工的经验 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也要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跟我们分享 当然真的非常感恩上人 有这么一个机会 让我在生命最精华的 这个三十年之后的阶段 到现在三十二年走过来 每天都在集苦难最多的医院 看见了人间的生老病逝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真的很感恩是 我们愿意协助 我们只要愿意伸出手 苦难人他都可以得到 我们的陪伴跟滋润 那这份横齿的力量 当然也会挫败 也会有虚托 也会有无力的时候 但是是什么坚持走过去 其实是上人的信念 在二十九岁多的我的那个时候 在探寻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活着 存在意义跟价值 结果呢 在听了一场上人的开始 一个概念进到我的生命中 那个概念就是上人提到 所有人都有苦 可是每一个苦难人都需要 爱的陪伴跟支持 但是爱绝对不是口号 它是身体力行 透过一个吃盐上目的问候 我们都可以得到 这样一个力量呢 所以呢在这个问候招呼的过程 我们都可以把爱传递出去 所以身体力行 把爱点滴传出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但是这样子32年走过来 太感恩了 太感恩 美好的生命世界 感恩 所以要身体力行 把爱实践出来 非常感恩 静力师姐 带我们了解 在台中慈悸医院 这一群非常可爱的 医疗志工的故事 感恩静力师姐 感恩 好的 这一群